在带领看到光复乡大平村一间年迷厂 在一起倒坐的收割期间 到股粉城四处飘散 不仅是造成附近住户居民环境污染 也诱发了老人长辈上呼吸道的感染 那么住户经过了几次的沟通都没有获得改善 而在今天下午是有20多人 拉起了这个白布条到现场抗议 几经向年迷厂业者沟通反应 稻谷粉城与噪音污染仍未有改善 不禁邻居任务可忍 下午不畏38度的高温拉着白布条 沿路高喊抗议口号 把那个污染的空气到处到飘这样 你要影响到 你看我们整个房子住的地方 都是住得很痛苦 都是粉城 而且受到健康上都很影响 还有加上它的噪音 它是24小时在运转的 位在光复乡大平村的这间年迷厂业者 采先生表示 八年前接手这间年迷厂后 厂区的房城防灶设施 也都依照农委会等规定设置 面对村民的诉求采先生态度强硬 没有我去照政府的合法换围我疯啊 我又不威华 我自己弄得干净这样就好了 疯干净总部可能是政府的标准 总部可能叫他没有声音不要疯骨子 是不是这样 二度前来鸡查的县环保局环境鸡查员 在年迷厂老板的带领下入场视察拍照记录 而20多位的大平村民 则拉着白布条被挡在厂区大门前 怒斥业者耍两面手法 罔顾村民的环境生活品质 无良商人 我们我们环保局来他就闪 就把那个噪音关掉 环保局一走他就开始运作 所以很影响我们生活上最大不便 就是粉尘 还有空气污染 再就是在噪音 很多老人家晚上没有办法睡觉 那个我们身心都很受伤 那你们主要诉求 希望他改善 不是说不让他运转 是希望他改善环境 村民指出只要鸡查员来鸡查 业者就装乖 污染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 村民气氛难平 不仅村长李津土为村民走上街头抗议 向代会副主席蔡志辉 向代表曾月梅、曾万正也和村民 站在同一阵线上 要求业者尽速改善 他街上没有问题 为什么这边是有问题呢 可见他对我们这边的百姓 差别那么多 所以我们今天的抗议 要赚钱也要有良心啊 今天的诉求并不是叫他停场 而是大家能够坐下来 好好的协调 是不是在与双方引的之下 能够达成这个彼此之间的那种要求 虽然先环保局环境鸡查员现场初步勘查 并未查获粉尘以及噪音污染 然而多次和年名厂业者沟通协调的村民 对业者依然顾我的态度 指着厂区外树叶上残留的粉尘说 昨天下大雨仍洗刷不掉叶子上的粉尘 抗议居民愤怒表示 将会向中央上级单位澄清反应 持续抗争到底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